不忘我凌晨四点半起床 看到这样的风景 少睡几个小时也值了 这里是东天木山 位于杭州临安西北部两小时车程 距离之前去过的太古远景区 33公里 开了两个小时 穿过了农村的湾沿小路 见到眼前的大峡谷 还是很兴奋的 走在峡谷下面的堤坝上 远处山顶飘着仙气 仿佛自己走进了图画面 从水库左边的大路 向山上走 右侧是幽深的峡谷 我在路上还发现了 这只大甲河沉 走着走着就深入了峡谷里面 清澈的溪水 幽兰的水潭 这处看起来和其他稍微的景点 也没太大距离 但走着走着区别就大了 木质的台阶越来越等效 峡谷也越来越深 水从一整块巨大的岩石上流下 形成深深的沟河 这一段路在早上七点多的时候 稍显得有些阴阳 木质的楼梯也都覆盖上了绿色 感觉非常的人生态 仿佛走在古代的山人岭上 自己一个人走还是有点害怕的 一路向上给我的感觉就是血 很多地方都是四五米深的深沟 楼梯都是悬挂在岩石上面的 对于我这样的恐高症不是很友好 这一处景色叫做半壁江山 因为左侧的石壁与山体浑然一体 而右侧则是散落的石块 这一处叫做石东背 这一条长长的巨石有十多米长 继续往前走 这段路我觉得最为险要 排阶变得异常等效 我拎着东西小心翼翼一步往前走 右手边的峡谷里 水从岩石缝中清泄而出 虽不是几十米的大瀑布 却也是很壮观 再走一段路 终于来到了东天目山最重要的一景 东瀑布 有一句诗是这样描写它的 白龙则注十全生 卸出石牙匹炼名 一是庐山移到此 九天半落碧河生 我也与这瀑布合个影吧 记录一下最近锻炼的成果 过了这个瀑布 很快就到达东部的山顶 往西边走 可以乘坐缆车到达西部的山顶 西山顶上也有一个瀑布 对应叫做西瀑布 两峰之中 这两股溪流好似两只眼睛 所以叫做天目山 下山的时候乘坐山顶的小巴士就可以下来了 之后我们还去了山下村子里的小溪 西水里石斑鱼很多 也有家长带孩子来玩的 山下还有一条大一点的河 叫做天目溪 天太热了 我就在这顺便游了个游 顺便找了一下小熟和伙伴们打水仗的感觉 看看水里的小鱼 今天算是圆满了 3 trem 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